Libre Office是有区别江一帆 一帆一直至于Libre Office研究 对Libre Office有个很深处的见解 那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是 GoHands InHands 这种 现在我们用热的表达欢迎江一帆 好 谢谢大家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苏西 中国的江一帆 然后其实刚才过讲 我其实已经有一年多 我都没有致力于Libre Office的核心团队 因为咱们公司的战略有所调整 所以我的工作任务 已经调整到别的项目上去了 但是我在业余时间一直给Libre Office做工简 现在主要会 第一个是CityKick 就是一个法国的开发 然后第二个Floren 是德国的 是这一届Document Foundation 就是本党基金会的成员 另外我还感谢 Kandong community 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最后是 咱们Libre Office社区的领袖 精神领袖和技术领袖 Metal Mix 他们就是这些人都给了我一些 在这个slide里给了我很多建议 希望我去分享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是代表整个社区来做一些 做一些介绍 所以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所以我先问一个问题 再做各位 所以 所以 anybody here can speak Chinese and understand Chinese that's right 所以 所以我没有问题 全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人去给 曾经给Kerry原软件做过贡献呢 请去说 好 谢谢 然后 还有第三个问题 曾经有没有人使用过Libre Office 知道它是什么 太好了 这样介绍了 我知道五分钟时间 然后 然后 所以我会简单讲一下 讲一个生活中的故事 然后第二个我会介绍 简单的介绍一下文档基金会 就是Libre Office 这次后面 运行的那个组织 它是怎么样的 第三个就是今天主题 它是Gnome 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提前 然后有视频和演示 也会有一些讲解 另外 就是一些个人的看法 和 或议员那些什么 所以在座各位大多数都用个Libre Office 特别是在Gnome 默认的说面上 它就是一个默认的办公软件套件 然后我在这里就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半个月前一个朋友找我 他希望去做一件这样的事 因为他每次都要在大量的数据 大概两三百行类似于这样的 这样的数据里面 去挖掘一些东西来申请一篇文章 然后他每个月可能要重复地做两三件这样的事 然后那个文章的格式 标题格式段落都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文章的内容是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在这些行里面去随机地选一些内容 去申请那样的文版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他说我每个月都要做这样的事 你能不能给我写一个小程序去自动的帮我做件事 我提供一个UI 我只要点我需要哪些条件 比如我只需要2010年1月份 所有的相关的信息 然后申请一个符合它合适的文档 这样我就想很简单 我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需要一个存储的地方 去存储这个数据 另外一个我需要一个生存的条件 然后我需要一个工具去 去申请一个符合它格式要求的文档 所以我自然选择就是CSV 就是因为它很简单 只有两三百条数据 我不需要用很大的数据库 然后前面怎么做 我可以用LeaveOffice的那些ODF文档 但它那个文档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也可以用微软的 当然就更加复杂了 我想到的就是Leave 所以我作为一个Python的脚本 去刷取这个CSV字典 然后匹配用户的输入 去生成Leave 大家知道Leave OK La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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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动态地去申请一个Tab文件 然后再由此申请PDF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 然后我兴冲冲地把这个程序交付给我的朋友之后 我朋友两天之后给我打电话 我发现有bug 就是你的数据库没有办法去加内容 删减内容 因为它用的是微软的Office 它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是Linux Linux开发 Utf8的电码 然后在微软的Office上 它是 它可以支持Utf 但是非常特殊的是 仅仅就是CSV 它会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CSV是一个纯文的文件 它没有任何投信息 然后它不附带任何的编码信息 所以 微软是自作主张的用 这个业就是Artshama 去解析它 所以有很多字符去 它是没有解析出来了 所以说 当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这不是我程序的bug 这是一个现实的 所以我怎么去解决它 我可以去修改我的程序 去交配给Microsoft 和Office更友好的界面 但是我想到的就是 可不可以用LeapOffice试一下 所以我在它的 这是一台Mac主机 我在Mac主机上 装了一个LeapOffice 这样打开之后 任何问题都没有 然后删除 如果增加修改 每个元素都 它都能保持住 这个CSV原本非常干净 没有增加任何 图文件或编码信息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封键的最简单 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就是装上LeapOffice 你要当你需要修改这个文件 就用LeapOffice 所以这个 最终这个朋友也依然接受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方便 也不存在有代码真心的风险 所以在我这里 我觉得也非常满意 所以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说LeapOffice 它的价值何在 它也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给你一点点帮助 但这个帮助 就有可能把这个用户 给它粘在这里 因为它就是一点点功能 然后LeapOffice 相对于其他的办公软件 它不单是一套完整的文字处理的 这个方案 有各个主线 待会我会说到的各个主线 然后 它也是有很多很多 最先进的技术 技术在里面 它是一个开源社区的典型的成功项目 它有非常多的概念 我可以说是最狂妄或者最夸张的想法 把LeapOffice当作一个shaft 去作为一个实验车 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社区 所以LeapOffice分成了 其实是七大主件 我认为是七大主件 第一个是Writer 第二个是Tab 这个我不介绍 Impress Jour Base Base 然后这是一个 这里面 LeapOffice只是一个数据编辑的工具 然后 第六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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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是4.1 以后加入 是Chart 你看它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 是这个图标 是吧 从CALC里面分出来 就是 Chart 是以前CALC里面 也就是我们属性 WearOffice里面 它这些画各种图标 但是它专门的 现在做了一个主件 去做这个图标 刚才做这个图标 第七个是 就是做数学公式的 然后第八个是 我不认识的 然后曾经在邮件列表问过 也没有人回答过我 各位有人认识第八个市场吗 我一直很好奇 它为什么在这里 然后除此之外 除了这八个主件之后 哎呀对了 我忘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这里有 就感谢苏西提供的 四个小礼物 大家认真听 最后我会有一些 简单的问题 特别是自多的地方 要注意一下 这个字也挺多 对除了这 就是 拥有这八大组件 那 DevaOffice还有 其他不同的分数 有不同的 就我们最常见的是 第一个就是 作为桌面的问题 好 是吧 我们实践的最多 但是其实我刚才说的 还有很多实验场 还有对其他系统友好 包括对Windows友好 它可以作为一个 Windows的APP 这些网上有很多 像App Store 一些是为Windows平台设计的 DevaOffice也交付了 一个这样 就是你安装 一键安装的 这样的APP 到Windows平台 另外还有 LibOffice Online 待会儿我会介绍 它是和 东西非常有关系的 另外还有 就是我们给 Android和 iOS 有一些 已经有一些 prototype的 LibOffice 可以在移动设备上 到处第二个 LibOffice Impress Remote 是一个Android的插件 就是说我在这里放 假如我有个Android的设备 我可以在我的Android上 控制我的slide 最后一个就是说 LibOffice还有很多 专门开发的扩展功能 就现在大多数是Python 以前曾经的Java 现在基本都转过Python 然后还有型模板 就比如说 我这个LibOffice template 这里大家有 然后这个LibOffice的背后 其实运营的是一个慈善的基金会 文档基金会 这个是一个在德国注册的慈善基金 然后TDF 很多人看TDF 不知道是什么 T就是The Documentation TDF TDF 所以你会看到很奇怪 因为大多数人 这个是TDF的主题 他们是一些对LibOffice最有贡献的人 都选入了这个Membership 然后由这个Membership 去选举产生董事会 然后董事会有七个董事和三个代理董事 然后每个任期是两年 也就是每两个一次选举 然后右边的这个Membership Committee 就是成员委员会 成员委员会是负责去组织 选举这个董事会 然后董事会是按就是理论上它有最高的行政权利 但开设是去补较权利 但是等于是说更高的决策机构 因为它是选举的 所以是被大多数人认可的 然后成员委员会也是由所有的成员去选举产生的 然后成员委员会的职责是去批准或者是去不批准 哪些人或者哪些人可以加入或者不能加入这个委员会 所以这是成员委员会的角色 就是它是管理这里 就管理哪些谁可以进去 比如我在里面 过两年我不做贡献了 他可以把我提出来 他可以给我这 因为你两年没有做贡献了 然后当选举董事会的时候 成员委员会还要负责协调 比如说要建立一些投票系统或者是说公正系统 去保证整个执行的公正性 这就是TDIF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它跟普通的商业公司不一样 商业公司是谁出的钱多 谁是董事谁是老板 那董事会都是大老板大股东 但是这个是资商人价的 就是从membership去产生的 那怎么去增加 加入这些membership呢 怎么去给parent做贡献呢 我刚才看大概有一半的同学曾经 有过这些经历 有没有人可以说出一个做贡献的方式 翻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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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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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织 解决织 然后公开你的这个附属的插件程序 公开程序 对 其实讲的事情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Document Foundation 它列出了很多例子 去说怎么才能算做出了贡献 怎么才能这些贡献可以算是加入 成员组织的一个标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包括组织活动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开发 然后还写在AIC上回答问题 AIC上的那个回答问题是有记录的 是可以作为证据 然后可以edit wiki page 所以也是有记录的 我换了页 还是很多 还是继续上页的 这些也是 就给原码做原码写文档 然后甚至组织立宝贝斯的会议 甚至给立宝贝斯的会议 甚至给立宝贝斯一有的东西打成一个包 然后它那个portable我开始说了一个windows的portable 它其实还可以做到其他平台 做到亚马逊的平台 或者其他平台 都是你要做的只是 build 一个立宝贝斯 符合它那个平台的要求可以不顺利的跑起来就行 然后写文章也可以 还有还有很多 然后我现在就是倒手第四个 Develop software for infrastructure 对它外围的一些软件做一些东西 因为核心代码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所以很常规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 然后将来有时间肯定会去做 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最后一点 捐款的not qualified 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那个概念 跟商业公司是不一样的 商业公司你出钱越多你越有坏权 它这有一个规则 你出钱你不算参加membership的这个 但是不是说它不算做contribution 捐款肯定是contribution 但是你membership一定是要 做出实体的贡献 为什么呢 大家回到前面看这个 这幅图就明白了 就是说它董事会是有 有很大的决策权的 假设我一个公司 比如花五毛钱 请一个人去捐款 另外一个五毛钱又去捐款 有十万个五毛钱 但是它现在有 只有一半五十 五十九个membership 那我这十万个人都是我自己的人 一下就把这个 这个社区给颠覆了 所以它首先设立一条 一条规则 你的捐款是不能作为membership的标准的 你的membership 只能以 你有十万个人 你可以去给我们的embership做事 这样是算作为membership的标准 但是捐款不是说没有做贡献 但是不是进入成员组织的标准 这个大家都明白 不要误导大家 好 基础信息就是这么多 然后下面会介绍四五个feature 然后都是基本上都是和Gnome乘关的 然后前面这些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第一个feature就是 很自然大家都知道 Gnome 3的menu integration 这个是要从应用程序去配合的 所以LibreOffice可能 从Gnome先出来之后 应该是走了两个build的 他就做了几个事 他最先就是 Ubuntu有一个Unity的这种作品系统 LibreOffice也主动的给 英雄和Unity做了一些插件 然后Gnome 3的menu integration 是最后做出来的 这个有两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这个是由于发行 这由于发行版的不同 所以这一些feature 有可能是没有在你的发行版里面 即使你的Gnome 3是最新的 所以我昨天下午花了大概五个小时 这新鲜处逐 built了一个master view 结果应该是有最新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原来LibreOffice的 长的这个样子 是不是 然后我现在看一个 这里面这个sifer这个icon的主题 大家可以看 现在他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主题 这个跟Gnome 3也是很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Gnome 3 打开Nautilus 这个是Gnome 3桌面标准的 现在黑白色的 然后这个是LibreOffice 现在名称Gnome 3做的icon 是很和谐 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菜单 可是我这里演示不了 那首先大家还是看图吧 对 菜单里面 最开始的LibreOffice 这边是光红的 只有可能默认菜单 现在把LibreOffice自己的菜单给注意加进来 这个preference 是真的可以点的 这是第一个feature 第一个feature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这是第二个feature 第二个feature 其实是有一段故事要讲 但是我先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知道CMIS是什么吗 CMS知道是什么 内容管理系统 可以想象成一个 大家可以协作 去上乡文件 编辑文件 共享文件 这样一个平台 一个后台 所以 CMS 没有解决几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文件的版本控制 另外一个用户的权限 谁能打开 谁能编辑 谁能删除 然后还要大家可以 还有可能也许要锁的机制 就是一个人编辑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不能编辑 否则会有版本冲突 这是他解决的基本问题 然后他如果把CMS 所以对于CMS 大家各个厂上 会有不同的实现 这个厂上生成了他的内容管理系统 另外一个厂上 就叫CMS1 然后另外一个厂上 生产了一个CMS2 就完全不同的实现 但你都可以做相同的事 这种 所以有十几二十个厂上 用不用的时候 如果League Office 要去打开这些文件的话 在线打开这些文件的话 他会有什么问题 他要对不同的厂上 有不同的实现 是不是 那社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通常软件也不会去这么做 所以就会有了CMS 这样一个标准 就是内容管理系统 Content Management Inoperability Services 它其实是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你所有的CMS系统 都符合我这个标准 这样的话 也许我给你一个认证 所以其实事实上 大多数 特别是企业级的 叫ECM 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系统 他们都遵循这个CMIS的标准 所以说 对CMIS的标准提供支持 就意味着 对所有的这些内容管理的 云平台提供的支持 就是说你可以用LeboOffice去输入 就类似于这样的地址 去访问一个在云平台下的文档 直接编辑 直接可以和别人协作的去编辑 对我解释清楚了这一点 OK 这个跟GNOME还没有什么关系 但GVFS就有关系 GVFS是GNOME平台上的 现在最常用的虚拟文件系统 GVFS下面 可以挂在Samba 可以挂在Web Dev 可以挂在FTP SFTP 就各种网络协议 这里没有排版 GVFS GVFS 这个因为是跟GNOME很相关的 所以我就写下了 GVFS GVFS 它下面可能挂在Samba 诸如此类 就是说 就是说 这是一个GNOME的虚拟的文件系统 它不是真实的文件系统 它可以通过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GVFS访问 这个Web Dev 也通过相同的接口 所以应用程序 它是不需要去开发 它就是针对这样的 这种底层的协议进行开发 去连接这上面的文件了 它只需要连接这一个单独的接口就可以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Nautilus Nautilus是GNOME的文件管理器 所以它下面如果要挂在Web Dev FTP的时候 它会通过GVFS去做这个事 这是基础的概念 在讨议上 它是GNOME的文件 非常正常的文件 它是GNUK 它不需要的文件 它是GNUK 鱼 它不需要的文件 它是GN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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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当时有一个开发人员,其实就是我开始制线的第一个,他在苏贼的一次Hack Week上, Hack Week是苏贼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传统,就每一年会有一个信息给员工自由地去变成扶作公司的事, 他在一个Hack Week上去做了一次Leave Office对CMIS的房间, 就是说他开发了一个C++和C的库去做和CMIS这个协议沟通的事情, 所以这个库被Leave Office调用,所以Leave Office就可以去直接管理这些内容管理系统里面的文件了, 然后在这里面他还可以管理云平台的东西, 就是这个厂商,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这个L Fresco,是现在比较有名的CMIS提供的厂商, 就是大家有那个文件都可以传上去,可以试一试它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这个协议,就是新出炉的协议CMIS,Leave Office可以直接去管理它,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Lobby, 你不需要去通过网页去下载,然后编辑的上传,不需要这样,这样我们就能做了。 对,这还是Leave Office的界面,然后到第二年那个CityHick,他又有一个idea, 就是说他本身也是Glom的使用者,所以他希望他的这个Leave Office不要, 就是对CMIS支持,不要提倡于Leave Office,是不是可以给Glom付贡献, 所以他就给GVFS,就是我刚才说的,GVFS,下面不是可以支持FTP吗, 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支持CMIS呢,所以他就用他已经在上一个HackWake写的Leave, CMIS,这个CityHickPool,啊,C的那个Pool,然后给Moteless做了一个patch, 所以在Glom的,Noteless的,这Network里面,就会有一项,但这个好像没有GNMStream的branch, 对,现在的大家的系统也看不到,但是他,Glom的,Noteless的Covation应该有这些代码, 所以通过Glom的默认的文件浏览器,你也可以直接访问CMIS, 这块大家明白吗,有问题吗,对,这块是在这个代码图不开了吗, 那就是说比如说是BlueApply Office,想法我们这个CMIS, 就是4.1%以上,自然都可以存现,对,对,在这, 我现在主要是好不饿气,没有问题,但是我可以招呼大家怎么去, 这个 Marin 这个是素材系的,对,我就是在OPEN素材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servers 有的地方没有 现在这个是我这个是master build 加了一个servers进去 有的时候只有三个点 大家注意一下 就点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联系各种类型 以前是只有webdev fgp这些 然后现在已经有cmis了 直接就可以联系 那如果在老年 如果在家里面 直接做这个的话 设计的话 那它的那个服务器端 是它自动到公司的 预设的服务器端 对 就是说你可以填你自己的账号 是在al fresco的账号 或者任何cmis的体能上账号 然后也有一些carry和线的iOS平台 可以搭建自己出于自己的 关于这个还有问题吗 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leap office的很多开发者 其实是有可能的情节的 因为两次开会的 其实是公司给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大家都会做自己真心喜欢做的事 所以当他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的开发人员 他在上一次做完leap office的功能之后 下一个才马上想的就是Gnome 所以跟leap office社区有非常非常多人 是有Gnome清洁的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从最开始的用Linux 到现在一直是使用Gnome Gnome清洁的一个不是非常相关的问题 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渲染 对这个营举性能力很大 所以一般人都是用英文版的 因为我自己刚好在平方的下 也是用英文版的 现在有没有这个 有人去解决这件事呢 我原来报告发 但是现在目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是自己 汉语的自己是挺渲染的 有非常不像技术大量很多 而且只有在那个Windows 在那里 关于这个问题 要是这种CMIS的话 如果我互动的单机上的 字库装的不大一样的话 因为leap office肯定是有这个问题的 就是比如我这个字库我没有装 但是我的朋友装了 然后我们就是做这些文章进行处理的话 那这个这个一致性要怎么保证 我们说只能保证内容的 这个一致性 这个字体应该是什么 因为字体是这样的 字体应该是显示子系统 它跟可能操作系统甚至有关系 就是跟操作系统 包括跟你的整个字体的渲染性质 因为字体系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leap office是算做的 在Linux里面还做的算还可以 虽然肯定不能公布这样的 这样的知识程度 所以不差很多 如果用太语线片 然后从内容的媒体对比 对对对对 它应该是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leap office以前是GDP2的 现在正在向GDP2去移植 所以我觉得它如果移植到 我不知道你用GDP桌面的时候 其他的作用是可以怎么样 所以说很有可能是跟GDP的后端是有关系的 因为leap office是遵从GDP的 但我多人和豹八个就是一样的 但现在问题为什么那么小的人去关心中文字体 就是因为中国的开发是太少 然后我下午都在出这个展台 你能够进入渠道的可以找我 然后还有十分钟 所以我都简单的介绍了另外两个有趣的 一个是这个Telepathy Tube 就是说它是一个最Cute做的一个feature 大家看一下啊 对它鼠标在这点 然后操作这个这个数据表啊 然后把这个改了 然后这边就也改了 大家眼睛要很快 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就不多放了 其实这个意思 我其实想解释一下这个原理 但是如果大家谁真的有兴趣的话 现在我也可以去找我 我可以跟大家进一步解释一下 我这就不多说了 就是有这么一个功能 但是我看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还要 我们在一起 對,就是他的基本的工作,你用的是本來管道的協議 然後對,這個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已經整個燈到有點暗了,這樣就讓到進去,然後去更暖一點 永遠往生日快就快進去 這個視頻其實是很快的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LevOffice在6807地方,大家注意明了 他連的是LogoHouse的8080,就是他把LevOffice當成一個服務去提起來了 其實這個跟LevOffice本身的開發並沒有太大關係 他用到了GTK,就是Gnome的核心圖形庫的開發成果 就是ProWave,GTKProWave是一個GTK的後端 他把GTK的這些圖形映射到HTML5的Canvas上 然後圖像動態的傳輸圖像從Server 就是GTK Native的那些Server,往瀏覽器傳的這些圖像 是通過圖形的壓縮技術去比較每個圖像的不同 然後在這裡顯示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靜態的東西吧 靜態的頁面 這個TopLevel就是靜態的HTML5的Canvas的元素 然後這些他在編輯的東西都是實時渲染的 他點一個按鈕就發回給LevOffice LevOffice把圖形放回電 這個是Broadway的基本原理 這個在GTK Plus的CodeBase身邊有一個branching 這就專門做的東西 這就因為什麼呢 這就因為你如果跟剛才我說的CMIS系統聯合起來 你可以再不裝任何LevOffice 沒有硬盤空間的情況下 可以使用LevOffice 因為你自己家只需要搭建一個LevOffice的Server 然後把文檔存儲在CMIS的雲端 所以說客戶端就可以做得很輕薄 這個就是他的渲染過程 這紅色的是每次他從LevOffice Server上傳回來的數據 所以他每次傳的都是DIV的這部分 這個部分就不傳 所以他的瀏覽器渲染是很快的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對於LevOffice的開發者 最簡單的開發是就是UI的設計了 就是說技術層面不是說UI設計很簡單 技術層面最簡單的是UI設計 就是我們把這個空間裝在哪 所以Gnome上有個很… OK 謝謝 5分鐘夠了 還有一個很有用的Glade的UI編輯器 這個Glade不知道大家聽說Google沒有 它可以通過拖拽形成一些空間 然後把它存成一個UI的文檔 以XML形式去標準的XML形式去存存 然後其他的應用程序就可以用這個XML去處理事物的國際 比如說這個Glade它是不關心這些按鈕的意義的 它只關心它的圖形的展示結果 我這裡可以給大家做個demo 因為我有一個build的 Kelk裡面有一個這個 做的這個 然後我現在想改它 在每個模塊… 其實我有點作弊 這個SC模塊就是負責Kelk的所有邏輯了 Kelk模塊 就是所有這跟Glade的UI相關的東西都是放在… 這是以UI結尾的文件 我先找一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基本上是每個模塊的UI config目錄下面 會有一些UI文件 我們找這個sort key文件 用Glade給它打開 我首先看一下吧 看一下這個UI文件是什麼 就是xml很簡單 就是一個窗戶的描述 這窗戶長什麼樣 它位置在哪 按鈕有多大 然後我如果用Glade把它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這麼一個窗戶 這方面是它的操作台 中間是一個窗戶的形態 所以這是剛才代了我的樣子 所以我現在如果把這個sort key改掉 我把它名字改了 最簡單 我不需要去找代碼 我只需要在它這個UI裡面去 改成Glade OK 然後Save 然後再編譯這個門塊 很快很快 很應該很快就可以做完 就編譯完了 我咱們再起一次 Leave Office Help G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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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個東西非常有 就是最兼容的 然後我們可以再回到Codebase裡面去看 剛才我幹的一塊 這其實就把sort key改成更好 但是你可以做更多更複雜 而且它會做到Glade 我會幫你自動完成 所以使用Glade Glade去創裂UI 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Leave Office 現在有提供完整支持的 最後一分鐘我 其實要說的已經沒有了 然後我其實有個session是Future Future大家可以在Leave Office的官方網站上去找到 但是 不管多少 其實我已經介紹很多將來可能出現在Leave Office 正式版本的Future 也就是它的將來 其實就像剛才這位同學提到 還有中文的字體的問題 還有一系列大家關心的問題 其實 不僅僅是 取決於Leave Office現在人的看法 更多的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看法 所以它的未來其實是找到我們自己的手上 所以也歡迎大家 積極地參與Leave Office的手續活動 然後我就不 不去提問題了 因為時間有限 我先來一下 我們主辦公司提供了三個禮物 可以給他 跟那個宣教者提問的服務 然後最後就有兩筆些提問了 我看阿楊發給他 然後還有一個名號可以向他提問 向我提問 有禮物 反正你提問可以提問 就是那個 他剛才說他推出了一個做各種圖的那個地區 他出的圖在其他的那個上網站打開 有些圖片 其實他自己肯定有一些圖創的圖片 在別的地方 後面的時間打開 你說那個Leave Office 對 剛才你說那幾個圖片打開那個 但是你們有哪個傳統的公司 啊 XART XART XART就是出過數據去檢查目標 對 就是如果生產的目標 給別人手指 如果沒有一個 可能打開的微軟 去打開 微軟的現在應該能打開 微軟從那個2013開始 已經開始自受電了 就是支持這個自由的 這個 這個 需要找出來是很多種 按照找出 大約十P左右的人 還可以找到 原來我試過 試過 你刚刚看到自己是要的 因为各种文章自己都可以拿SVG之类的 都可以刺的 谢谢 谢谢 没有时间了吗 没有时间了 这样 我这里还有礼物 今天下午在苏杰的展台 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获得礼物 这个礼物会转到漂亮的那一句 有兴趣的话大家再继续关注我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